大地震發生之後,很多當地的災民也痛失他們的家園和家人,而很多小朋友也臨時變成孤兒。 這日黎明在出席一個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活動的時候就透露,他將會有一個重建兒童心靈的計劃,而且還得到呂仲德和臨席的支持。 一直很關注四川災民情況的黎明,來日就以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國際親善大使的身份,接受兩間公司,分別捐出75萬元的善款。 依然表示,四川這場無情的天災,令到很多人家破人亡,有很多小朋友更痛失致親,成為孤兒。 心靈的創傷絕對是不可以忽略的。 我們希望我們可以買一些發電機,大型天線可以接收,還有大型的螢光幕, 有些主播給他們怎樣唱,喜歡聽,他們自己哪個歌手可以怎樣唱,怎樣聽。 始終希望有些網上的遊戲,或者通過互聯網,四川各地不同的小朋友,讓他們不停給支持。 我覺得小朋友需要多些溝通,只有溝通他們就會有機會開心。 金錢上的援助,就說可以為災民解決言微之急,重建家園。 但是小朋友心靈上的陰影,就可能需要很長時間才可以復原。 所以這人說,他會多些關注小朋友理方面的需要, 同時他亦都希望透過歌聲,去鼓勵小朋友,希望他們勇敢一點, 繼續走他們漫長的人生路。 用得,他說我可以有什麼可以做, 你寫歌吧,他可以寫歌,林直填詞。 我們會做一首歌,創作主題都是講心靈重建,以開心為主。 有聯合國兒童,每一班小朋友跟我一起參與, 希望可以幫助,籌到少許錢。 一向做善事都不為餘力的Leon, 曾經去過盧旺達、甘肅等多個落後地區, 進行前線探訪。至於今次,他會不會親父四川災區? Leon就說,他都有這個想法了。 計劃可能去到當地災區都幫忙嗎? 有這樣的安排,也在安排著。 其實很多時候都要等政府去批,看我們合不合適。 如果合適,不會越幫越忙, 我當然願意去支持,因為我相信每個人出一分力,是一份心意。 新聞上一幕幕令人心酸的畫面,都令我們非常痛心。 林直和雷總得都不例外, 好像李日,當他們講到四川災民的苦房時,都表現得很傷心。 這個禮拜其實積落了很多情緒。 還有,現在自己有了自己的家庭,會更加感受到, 如果失去你親人的慘況是怎樣。 我都為了很多畫面而哭過。 其實我很久沒有哭過。 能夠為別人流淚,其實是可以升華自己的情緒。 四川大地震發生之後,很多團體都紛紛舉辦各種的震災活動, 去幫助四川的災民重建家園。 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就聯同他們的國際親善大使黎明, 搞了一個專為災區兒童而設的計劃。 這次我們,其實很多物資包括帳篷、糧食, 我們其中一個部門,是有運送道已經到了災區。 包括那些善款已經到了災區。 我們現在只剩下的數據就是, 災區有四千的小朋友是孤兒。 爸爸媽媽沒有了。 有些可能是身體都不完整。 所以我們創立了一個叫做心靈重建的計劃。 希望在遲多段時間, 我相信災區已經開始受到控制了。 我們都有一班義工, 他們是專業的心理輔導專家。 到時候我們加上一班小朋友, 國家覺得我們那時候可以去做, 我們就會做一個心理輔導。 當然旅行國兒童經營會, 在大陸都有這方面的人才。 我們會集合在一起, 怎樣可以幫他們。 希望可以盡快康復。 因為一個小朋友, 受到災難性, 心理上要可以回復病症, 需要半年時間追消症上單。 沒有了爸爸,沒有了媽媽, 沒有了家人, 自己又受到這麼大的創傷, 那個時間可能更長。 這次的心靈重建計劃, 對災區的兒童來說是非常之有意義的。 黎明還找來雷仲德, 以及林夕幫忙創作計劃的主題曲。 今次阿媽會寫一首歌, 她說我作為創作人, 我就是會寫歌。 林夕也會幫忙填一次, 我也會跟加上一班小朋友, 用一個開心心態去唱一首, 鼓勵歌詞回答去講心靈重現。 希望這件事都可以由場面公司去移買, 籌到多少款項, 多少都不可以, 起碼有份心意。 音樂的確是有這個, 對人的心理是有一個功能在這裏。 所以我們最好就是做一首歌, 可以讓災難以後的小朋友, 可以快點忘記一些不開心的事, 快點積極地面對接下來的人生。 這次的災難不單有香港很多藝人落力囚款, 在災區裏面也有很多無名的英雄, 不斷救援和幫助照顧傷者。 其實每個有心人都可以在自己的崗位, 為災情付出善心。 林夕也不例外, 為了這次的災難, 他決定以他的音樂才華為災民盡一分力。 殺去家園的一些受害者, 或者叫幸存者, 他們就算是有了物資, 各樣可以能夠, 好像總理所說, 可以好好活下去。 但是心靈的陰影, 這個重建的工程是一生一世的, 不是經濟上回復的三幾年時間。 我希望我真的能夠做到, 負擔到這麼重大的責任。 為了填好主題曲的詞, 林夕還很認真地, 特意去搜集資料。 搜集在內地, 一些勸慰心靈的詩和歌詞, 用來做參考的材料。 不過今晚都會收拾心情去寫。 我不能, 我不能, 因為自己心情不好, 而將這些負面的情緒帶進去。 因為他, 這段時間都是理性和感性中間, 因為每個人都有感性的一面, 情緒, 但是他在哭, 但他可以對著我哭。 但他每次寫一篇專欄, 他不可以讓人覺得他在哭著。 所以, 得了, 不過我覺得只有他做到。 這天, Leon黎明就以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親善大使的身份, 出席一個支票捐贈儀式。 記者會上亦都宣布, 將會聯同最佳拍檔 Mark、雷仲德和林夕, 推行一個名為心靈重建的計劃。 當做這個活動的時候, 我們希望能達到一些歡樂給他。 怎樣帶呢? 首先, 在求婚活動裡面, 我們會有Mark寫一首歌出來, 有林夕, 寫一詞出來。 我們的概念是類似心靈重建的概念。 有一班小朋友跟我們唱。 寫歌當然難倒Mark了。 他還說, 收到Leon的電話之後, 用了兩個小時就完成整首歌。 究竟, 為什麼可以這麼快呢? 這個禮拜都有很多感受。 那個感受是, 不知道自己可以幫什麼。 除了捐錢之外, 我可以用自己最厲害的東西, 就是做音樂來, 可以幫到這些災難後的小朋友去, 簡單說,可以開心一點。 而一向感性的林夕, 當說到自己因為看到這次災難的畫面, 而哭了不知幾次的時候, 更加忍不住眼淚淚。 其實, 我們可以做的事, 人可以做, 人在大自然面前可以做的事, 想很多。 金錢是可以幫助到他們, 重建更如溫家福祖所所說的。 我們會管你們的生活, 我們會給你們的家。 但是除了這個物質和生活條件可以重建之外, 我覺得更加同樣難以重建的, 是一個快樂心靈的健康。 5月22日,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大使黎明宣布, 將會推出心靈重建計畫, 幫助受災兒童重建受創的心靈。 那麽請問我下幾次。 請問我下幾次。 好, 謝謝。 請就有請三位留保持, 因爲其實, 於是, 都感謝周大谷, 這麼支持我們的訓冊活動, 我們都準備了一張安法。 我們知道有將近四千個小朋友, 基本上他們是找不到他們的父母, 可能變成孤兒。 所以我們現在, 我當然知道在現在災區還有很多無名英雄, 他們不停地去幫助災區的一些需要幫助, 包括一些在後防製藥, 互收分文的加工的藥廠裡面的同事們, 同志們。 那在這次活動裡面, 我相信每個人都想很多方法, 怎麼去可以幫助災區的小朋友。 那聯合國兒童基金會這次我們說, 希望做一個幫他們心靈上的輔助, 因爲這個創傷很大, 需要挺長的時間, 不是一天可以把他們的心靈可以治好。 所以我們希望可以在這次的出版活動裡面, 買一些物資, 加上一些在香港或是內地的一些專業的, 心靈上的輔助專家, 加上一些一群開心的小朋友去帶給, 再去一個心靈上的一個輔助。 靈靈召集雷宋德, 林希合力寫了一首歡樂歌曲送給當地小朋友, 希望他們快樂。 這首歌的後續收益也會全部捐給小朋友。 我們這次的籌款, 我相信歌曲上只是說, 雷宋德他只會寫歌, 聯繫填字的詞, 他每次看到災區的專員的時候, 這麼多人離開這個世界, 他很痛心, 他每次都會想出, 因為他填字很需要自己的感受, 能夠更加有接近的感覺, 他才能把詞填到到位。 那這次, 我還要加上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一群小朋友, 我們去一塊兒唱一首開心的歌曲, 希望在這張專輯裡面, 我們可以在我們這邊香港當地去做些募捐, 希望通過這些歌曲, 以後用很長時間網上下載, 所有的錢怎麼會來, 全部都把它捐給聯合國兒童基金會, 去做日後的一些心靈重建的工程計劃。 林林也聯繫了一些心靈輔導專員, 過段時期一同趕赴災區, 希望可以幫助小朋友盡快走出陰影, 笑容重回臉龐。 很多心靈輔導員已經 其實我們已經聯繫上了, 他們也很願意去被這次做義工, 那我們還有一些小朋友也在聯繫, 當時我們會了解災區的環境, 在政府同意和災區同意和情侶合理的時間裡面, 我們就會去幫助他們。 但我相信現在災區開始已經慢慢穩定下來了, 那再過一段時間, 我相信這個行動也應該可以開始, 所以我們已經開始去做募捐, 希望這些物資可以提供給他們一些現代化的, 應該有的一些, 包括學校, 學校多幾台電腦, 有個電腦公司, 他可能只捐錢, 他不捐電腦, 可能我們會去買電腦, 把他們適合用他們, 他們用得上的東西去交給他們。 謝謝。